佛说,世间善男子善女人,若有极难恐怖,但自归命,观世音菩萨,五不得协土之。 这一段经文非常重要。 为什么?极难恐怖,我们每个人都可能会遇到五。 遇到时候怎么办? 释迦牟尼佛在此地讲得很清楚,很明白,真正遇到了。 要用至尘性,清净性,恭敬性,决定没有丝毫坏意。 一行一役,你那么观世菩萨。 就能得到菩萨的帮助,把你的极难化解。 人在世间,没有开悟,没有正苦,明不了要翻过时。 这个过时,这个过时是有意无意。 无意的亲,有意的重。 遇到了怎么办? 天神,鬼神,不会让我过你的。 只有观音菩萨,大慈大悲。 能帮助你。 阿弥陀佛能帮助你。 我们念佛,念成习惯了。 遇到极难,我们念阿弥陀佛。 没有念佛的人,平常没念佛。 不习惯,不习惯,就念观世菩萨。 感应不可思议。